撒末尔记上第四章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式人打仗 安营在一遍一切 非利式人安营在雅福 非利式人向以色列人摆阵 两军交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式人面前 非利式人在战场上 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 百姓回到营里 以色列的长老说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式人面前呢 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会 从侍罗抬到我们这里来 跑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于是百姓打发人到释罗 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 万军之耶和华的约会抬来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非尼哈 与神的约会同来 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 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 地边震动 非利式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 在西布莱人营里大声欢呼 是什么缘故呢 随后就知道 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 非利式人就惧怕起来 说 有神到了他们营中 我们有祸了 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祸了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 从前在旷野 用各样栽殃击打埃及人的 就是这些神 非利式人啊 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 免得做西伯来人的奴仆 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 你们要做大丈夫 与他们征战 非利式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败了 各项各家奔跑 被杀的人甚多 以色列的步兵 突倒了三万 神的约会被掳去 以色列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 非尼哈 也都被杀了 当日 有一个遍雅闽人 从镇上逃跑 衣服撕裂 头蒙灰尘 来到世罗 到了的时候 以色列正在道旁 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 为神的约会心理担忧 那人进城报信 何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 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 这宣扬 这宣扬是什么缘故呢 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 眼目发直 不能看见 那人对以利说 我是从镇上来的 今日我从镇上逃回 我儿 事情怎样 以色列人 在非力士人面前逃跑 命中被杀得甚多 你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 非尼哈也都死了 并且神的约会被掳去 他一提神的约会 以利就从他的位上 往后跌倒 在门旁折断锦巷而死 因为他年纪老迈 身体沉重 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 以利的儿妇 非尼哈的妻 怀孕将到产期 他听见神的约会被掳去 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就猛然疼痛 屈身生产 将要死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妇人们 对他说 不要怕 你生了男孩子了 他却不回答 也不放在心上 他给孩子起名叫 以家伯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神的约会被掳去 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荣耀离开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会被掳去 因为神的约会被掳去了 菲利士人将神的约会 抬进大滚庙 放在大滚的旁边 此日清早 雅师徒人起来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脸浮于地 就把大滚扔立在远处 又此日清早起来 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脸浮于地 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 都在门槛上折断 只剩下大滚的残体 因此 大滚的祭司 和一切进雅师徒大滚庙的人 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 直到今日 耶和华的手 重重夹在雅师徒人身上 败坏他们 使他们生痔疮 雅师徒和雅师徒的四境 都是如此 以色列神的约会不可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的手 重重夹在我们 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 就打发人 去请非力士的众首领来聚集 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会 应当怎样行呢 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会 运到加特去 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会 运到那里去 运到之后 耶和华的手 攻击那城 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 无论大小都生痴疮 他们就把神的约会 送到以格伦 神的约会到了 以格伦人就寒嚷起来 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会 运到我们这里 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名 于是打发人 去请非力士的众首领来 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会 送回原处 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名 原来神的手 重重攻击那城 城中的人 又因惊慌而死了 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 何诚呼号 声音尚大于天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鼠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 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 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 要造就 安慰 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 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 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方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预言 或教训 给你们讲解 我与你们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或消或禽 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舌头若不说 容易明白的话 怎能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 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 那声音的意思 这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话外之人 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鼠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 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 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们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 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 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 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 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做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若都做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劝醒 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 敬拜神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顺思明辩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父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 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 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 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 按着次序行 诗篇 第139篇 大卫的诗 交与灵长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 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 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 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熊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人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好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 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忘称你的名 耶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你戅心 他能不能赌 他开机 说明 看在我里面 你会有什么 处置你 的